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感动的消息 上星期六下午 一命穿着军服的青年随着父亲进入了餐厅 虽然有点紧张 但因为事与久违的父亲吃饭 这位军人表情看起来很期待 这时候一位男性经过了父子旁边 在结算完自己餐桌的餐飞后 以为会回到座位 但这位年轻人回头看了一下后 陷入生死 他没有回到座位 重新来到柜台了 这位年轻人看到穿着军服的男生 与父亲吃饭的样子后 虽然不认识 但却支付了父子的餐费 店长非常欣慰地看着年轻人的背影 然后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父子 一开始惊慌的爸爸也感激地流出笑容了 在一旁看着这情况的餐厅服务人员也微笑了 这位年轻人与同行在喝了最后一杯后 就起身离开 对父子的道谢 点头回应后 他非常迅速地走出了餐厅 这件事是因为这位巨人在网上发布后被曝光 这位巨人对媒体表示 有与不不影响我 三个人员的相机 受到两 Nancy 以后一场广大人的 两个人的企图 然后对他计划 做得ho 或是当三十分钟之后 即使不当我打分 兄弟们想到 与你心怒腹话 多位吃饭 所以是 他们会儿那些 马上去 很舒服了 相比较 原来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就算有那个心意 实际心动起来也会很不容易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 每个家庭珍贵的军人儿子们 希望他们能顺利度过兵役生活 看到军人们 虽然作为拥有儿子的母亲感到心痛 但要透过行动来实现并不容易 对这位年轻人温暖的心意 深感尊敬 我是一位有儿子在服兵役的妈妈 看到这个影片感到非常感动 不由的流下眼泪 不知道是哪位家长 竟然拥有如此内心深沉的儿子 我也感到非常感激 感谢您传递了对军人的温暖之情 现在这个时间也仍在保卫国家的军人们 非常感谢您 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对待军人们 对于请父子吃饭的年轻人故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